詞曲 王深 欣賢 作詞 王深 老師 詞 曲 編曲 編曲 王深 詞 曲 曲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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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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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你自己嗎 美國有兩個心理學家 他們發展出一個引論 叫做周哈里莊 周哈里莊很多讀過心理學的 應該都知道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知道 也不難理解 你所認識的你自己 其實大多數在這一塊 也就是你知道的你自己 人家也知道的那個東西叫做開放 但是你會發現這裡有四個象限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他人都知道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你也不見得想要讓人家知道 你也覺得那個所謂那個叫隱藏的 還有一個接下來叫做盲我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這樣 但是人家都看著你 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大部分就在這三塊裡面 我們每個人可能終其一生 都在努力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透過觀察 透過聆聽 認識 從別人的眼睛裡面認識自己是什麼樣的 因為我可能不知道我這個 別人都不知道我這個樣的 所以我們要聽 我們要看 認識自己 另外一件事 我們要溝通 表達 把別人不認識的你自己 讓別人知道 把你知道的自己讓別人知道 所以我們很努力的 想把這條界線努力的往這邊推 這條界線努力的往下推 會讓開放的我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但是它有一個東西叫做未知 你也不知道 別人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你會顯現出來 也不知道 我們努力把這條界線努力的往下推 希望未知我越來越小 但未知我可不可以來越來越小 因為未知是沒有界限的 好 我們這次的題目叫做 異後時代面對的未來 異後時代面對的時代就是一個充滿未知的時代 充滿變動的時代 很可能真正的你是藏在這個裡面的 好 那既然講到異後的世代 講到世代 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目前的社會上有什麼樣的時代 這些時代有什麼樣的差異 第一個 我把它稱之為 當然也有這種分類法 也有其他選手做的 這樣講過 但我認為這個分類很好 就是電視時代 電視時代其實就是我這個時代 現在大概五六十歲 這個人 這些人跟隨著電視的誕生 跟他一起成長 台灣第一個電視才1963年 台灣電視公司 誕生 一直到現在六十年 所以一起誕生的人現在六十歲 就是我 這個時代的人有什麼特質 電視是誕下的 電視一直告訴你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能告訴他什麼 你是誕下的 這個時代的人接收資訊 單向 電視 雜誌 廣播 報紙 都是單向 你看覺得那不對啊 你也不能回答 為什麼就是單向 所以包含我們的教育也是單向 學校老師講什麼就是什麼 學校老師叫你背 你就背 我們對著客戶一大堆 數學也對 什麼都對 代價 這個時代有一個共同的集體性格 當然有另外 我們講集體性格 就是客戶 因為我們生於貧窮的時代 然後努力 我們要努力擺脫這個窮困 然後任命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我努力就對了 這個時代生活於工業 工業時代的後期 工業時代是什麼時代 工業時代的思維是什麼 這個社會缺一個醫生 教育體系就好像工廠一樣 就生產一個醫生 放進去 這個社會缺一個老師 我們的教育體系 就生產一個老師 放進去 從小我們的長輩告訴我們說 某某某你要當一個有用的人 有用 我人是拿來用的嗎 我人是工具化的 人的努力是工具化的 也就是說我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然後為誰所用 為家庭所用 為社會所用 為國家所用 為民主所用 為人類所用 我們也覺得很光弱 我是一個有用的人 我放在哪裡都可以用 很好 這個時代的人 並不建議在我 我只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就很好 那到底我在哪裡 無所謂 有用的人就好 接下來 現在30歲到40歲這個時代 我們稱之為電腦時代 這個時代跟隨著電腦的發展來成長 從豆子時代一直到現在 甚至他經過有一個很大的革命 叫做Internet 網際網路時代 到了網際網路時代 你會發覺這些人跟著電腦生長 這一群30歲到45歲的人 他們的知識不再是擔向 他可以跟他的知識互動 我看到上面 維基百貴寫的不對 我就上去改 一大會論壇 你講的不對 我上去反駁你 所以這個時候的知識不再是擔向 他們的自我意識提高的 我可以反駁你 我可以反駁你 那也因為這個時代的人的集體性格 聰明 務實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所以才能夠創造出台灣那樣子的經濟奇蹟 那這個時代的人也因為數位化和革命 他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空出來的時間 追求至於 追求至於 開始不會為了說我一定要工作到死 我一定要留意我自己的人生等等等等 自我意識提高 自我意識提高 好 那慢慢的也從知識經濟 也從工業化的生產轉變 轉成知識經濟的時代 從勞力密集的時代轉成智慧密集 知識密集的時代 好 接下來 再接下來這個時代 30歲以前這個時代 也就是可能在座最多數的人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我們稱為AI時代 這個時代當然生活條件又更好 可是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 困針的時代 什麼樣的時代呢 未知的時代 為什麼 科技變化太快了 社會變化太快了 經濟變化太快了 什麼東西都太快了 太快了之後就產生一大堆問題 我未來到底是誰 各位應該有聽過一句話 未來10年最夯的產業有7個現在的手戰 天啊 這多可怕 那我現在到底要學什麼 為什麼 我現在努力學可能未來這個職業不見 那未來那個時代東西 最夯的那個職業 現在又還沒有 我到底要學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遇到的就是這樣子的問題 生活條件很好 可是一切充滿衛生 好 那這個就是講 不同世代跟知識的關係 我們知道清朝的90%是文碼 所以那個時候只要會失智就是知識認識 至少變當個失業 因爲什麼 因爲他掌握知識 掌握知識就可以改變命運 那電視時代的人 知識跟生活是專開的 我們要很努力才能得到知識的 電腦時代 知識已經跟你在一起了 他只有一個介面叫做Internet 我什麼問題 我隨手一按就被解決 知識就在我身邊 到了AI時代 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虛擬的世界跟真實界完全融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元宇宙 那這個年輕人應該給我更懂 怎麼會講 好 現在我要講的是這個 我們說疫後世代 這次的疫情 我們發現有點什麼事 除了變化太快 除了充滿未知之外 他強迫著把這幾個不同的時代 完全通通往疫後時代拉 往AI時代拉 你可以導致你不學東西 你不線上開會你都不行 你不線上支柱你都不行 你要開始學集中 完全跑到AI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也是充滿未知 同樣也充滿機會 我們來看一看我認為的 這是我認為的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時代 這其實也是從我經驗的味道 第一個 不預設前提 不管這個前提是從別人來的 或是你自己覺得 都會有問題 從別人來當然是對不對 別人告訴你 你真的很好啊 不行 你要跑到下班 真的好嗎 你要開始反思這件事 你要從反面去檢視這件事 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最後我們中間 別人來的資訊 然後最後再做出答案 思考做出答案 自己一樣 你會覺得說我喜歡這個 你真的喜歡嗎 你真的喜歡嗎 因為有可能你自己的喜歡 只不過是一種成見 什麼叫做成見呢 就是沒有理由我就喜歡 那個問題要成見 所以第一個不預設前提 第二個離開舒適圈 什麼叫舒適圈 當你的生活過到 已經不必用腦子思考的那個時候 那就是你的舒適圈 為什麼你不必想的最舒服了 直接到吃飯 直接到睡覺 好舒服喔 直接到休息上課 離開舒適圈 今天的六位講者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 都很勇敢的離開舒適圈 只要你在工作圈 第一個旅行 完全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你就必須捏對問題 解決問題 與其留學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生活 離開舒適圈 或是做一件你從來沒有想過的事 那也是離開舒適圈 為什麼 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就會想要我們如何去解決它 那個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創意做的 甚至 做一些你曾經很討厭的事情 你覺得這個事情我絕對打死我也不做 那如果男人真的要你做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說我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離開舒適圈 第三個 對生命要充滿熱情 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雖然年輕人因為太苦悶了 這個我了解 因為社會變化這麼大 對未來充滿了未知 很多年輕人就躺平 這個很可惜 對生命一定要有熱情 對知識一樣有熱情 為什麼 因為有的熱情你就會投入 你就有力量 有力量有投入就會做出成果 有做出成果以後 你就會又會得到更大的熱 你會得到快樂 然後會得到更大的熱情 然後就會在一個正群外面 很多事情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敗成 所以必須要有熱情 好 接下來回到了 我們這次的題目叫做 醫後時代如何面對 醫後時代的未來 我用我的自己當做例子 其實我是電視時代 可是我被這個時代壓得不得不 趕快往AI時代靠 往醫後時代靠 我是一個老師 退休的老師 退休了 我現在是個演員 我已經從事演員工作六年 六年 很多人會說 阿亞克老師你好了不起 你怎麼樣呢 你退休了 還很努力的追逐自己年輕的夢想 其實我不是這樣 其實我有很多夢想 非常多夢想就等於沒有夢想 其實我沒有說一定要這一個人要當一個演員 沒有 其實沒有 我是怎麼樣 我是當我有機會碰到一個機會的時候 我不預設起來 沒有說我當老師你就不能當演員嗎 雖然說他的性子真的差很多 我移開數字圈啊 我沒有告訴自己 我是老師我一分鐘平面 我不能一點期待 我不能一點流氓 我不行 我沒有意思 我離開我數字圈 第三個 我雖然退休了 我年紀很大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還是要保留熱情 也就是這三點 讓我持續走到現在 那可能會覺得說 欸 葛老師 你這叫書的你怎麼會演戲呢 其實在我年輕的時候 在我大一還大二的時候 我曾經參加了一個校外的劇團 那個劇團叫做更新實驗劇團 這個劇團其實就是藍林劇團的前生 那時候我加入的時候 藍林劇團剛好從更新實驗劇團出來自主劇團 因為更新的那個劇團其實是有的意思 都搬了附屬的問題 好像限制比較多 換個出來自主劇團 那個時候我加入這個 就他們出來 我進去 所以我其實沒跟他們看起來有什麼 那加入這個劇團之後 我進去演了劇團的第一個角色 就是以前李立群在的時候 演了這個角色 然後我就跟他們演 那後來其實我辦理有點錯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以後就是個老師 我不可能演戲 對不對 我當老師 我當老師的收入至少比較負賓 我就離開了 否則的話 我如果繼續凹下去 當個演員 我可能就是跟他同一個配分 但是我不後悔 我不後悔 為什麼呢? 因為人生就是選擇 就是你怎麼選擇 選擇了以後就不要後悔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 然後呢 所以我離開後我也不後悔 一直到我退休之後 有個機會接觸到演藝工作之後 我會發覺我以前的那些經驗 怎麼變得出來這麼可貴 我從來沒講過我那段經歷 會影響我後來這麼生命 我從來沒想過 後來我發覺那些經驗對我好有幫助 所以反走貨幣留下來 你做過的所有事情 你現在可能看不到 到底做這個有什麼用 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候 可能燃燒起來 這個東西就變得非常有用 我自己就遇到這樣 所以總而言之 你的時間在哪裡? 你的成就在哪裡? 你曾經做過的事 就是未來在某些時機一定會對你有所幫助 而你用你的生命花下來的時間 花下來你的工夫 成就出來的事情 你的時間願意擺在哪裡 你的成就就會在你 好 今天演講到此 謝謝大家